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对于娱乐圈中的很多女性来说,红极一时不是很容易 但是能在红极一时之后,依旧长久的红下去,才是最难的 不过,就算是再难,也是有人能够做到的 比如杨幂和赵丽颖 杨幂虽是同心出道,小时候并没有拍摄什么作品 反倒是长大之后就开启了拼命三娘的模式 在不断的拍戏中,杨幂走到了如今收视率女王的位置 红而这么多年,依旧在娱乐圈中屹立不倒 而除了杨幂外,赵丽颖热度也很高了 赵丽颖非科班出身,但是在娱乐圈中跑了多年的龙套之后 凭借着环珠格格中的琴二一绝走红 然后,她便开启了全年无休的拍戏霸屏模式 更是成就了她如今收视女王的一线大咖位置 即便是生孩子休息了很久的她 她的名气却依旧不曾下降丝毫,可谓红得长久了 不得不说,如今在娱乐圈中能有赵丽颖和杨幂这样热度的还真的很少 不过,有那么一位女星,她曾经红极一时 却是因为当年的离婚风波而断送了星途 不然,按照她的成长模式 到如今能够与赵丽颖和杨幂清明的女星就是她了 这位女星就是因金粉世家中清纯悲催的玉女 冷清球一绝抱红的董捷了 当年的董捷可谓是被大家公认的冰青玉姐 整个娱乐圈中都找不出与她相比的明星 只是很可惜的是,因为离婚风波让她的玉女形象被破灭 明星狼藉的她,就算如今依旧在娱乐圈中 却是名气不复存在了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,拜拜